6分之12日 自媒体Sports Midnight发布一次钢铁人签下林书豪的消息后 又在1月18日日公布备号 而今1月26日 钢铁人官方正式宣布林书豪将加盟 再度掀起台篮讨论热潮 究竟林书豪能带给钢铁人怎么样的改变 先来看回他在CBA的表现 加入CBA至今三个赛季 前两个赛季在北京首钢渡过 首年场均甚至还有28分的表现 并率队打出亮眼成绩 但次年降到只剩场均13分 转队到广州龙市后 受限于CBA不同于PLG 在羊将的单场调度为四截四人次 PLG为四截七人次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本季林书豪在龙市几乎拿不到太多上场时间 上个赛季 CBA再度放宽了吹叛的尺度 这使身体接触更加激烈 首个赛季在首钢已经看到许多流血画面 到了上个赛季 就让切入爆发力早不如以往的林书豪尝尽苦头 也大幅降低球场影响力 巅峰时期的林书豪在外线的投篮超过三成 在胡仁那年更是高达三成七 去到CBA也都超过三成三 证明林书豪的投篮是绝对没问题的 至于他的切入 近几年在CBA的确能看出纤维退化 但要在台湾难谈生存 或许还不成问题 至于防守端 在NBA算是小漏洞的他 来到台湾 191的身高绝对是个优势 防守应该不成问题 他在钢铁人的用法会接近挡拆进攻较多 单打能力较弱的哈里斯 同样属于需大量持球的后卫 而他很有机会成为像林智杰杨静敏那样 在本土上场时间较多的第四节 成为影响比赛走向的那个男人 总结来说 他的个人能力应该不至于像周一祥那样严重下滑 倒是钢铁人这边 团队的问题反而又变得更大了 擅长打挡拆的林书豪 需要大洋将 甚至不只是他 同样在后卫线上的陈佑伟也要打挡拆 或许会因书豪的加入 让钢铁人重新省视自身洋将的选择 尤其更应该寻找不持球也能为球队带来帮助 持球也能扛下比赛胜负 像辛特利 曼尼高这样的前锋 不过 大洋将的部分 克拉索夫 看起来会是不错的战力 若能留着不被Thank you 下半季会看到大量的挡拆配合 另外还有球权分配的问题 尤其当阳将要持球 林书豪也要持球 陈佑伟的球权应该是要分出去了 更确切的说法是 他必须要适当调配这几人的进攻持球比例 而看起来 这几名球员不拿球 大概就只是有准度的等球射手 也就是教练团也要控制他们的持球比例 更甚至是让他们在无球端也能融入球队是最好 而不要忘记 钢铁人至今都还没有真正磨合完成 阵中多名老将的状况低落 教练与球员的熟悉度也还有成长空间 状况实在有点多 林书豪的加入不会成为磨合的催化剂 但球迷必须耐心等待 因为这只磨合完成的钢铁人 将会非常可怕 作为PLG未来很有机会吸进CBA的陈佑伟 书豪也能作为他很好的导师 过去曾在发展联盟拿起Jordan Pool的他 加上他也有CBA的经验 绝对是最适合作为佑伟的导师人选 至于话题性 应该不需多说 PLG在包装明星球员上本来就有一套 是想林志杰对决林书豪 这个无缘在CBA的对决 又或者是兄弟对决林书豪与林书伟的对决 高雄火箭人带来的话题性 渴望再度将P-League加与T1的差距再度拉开 然而 P-League加这部分有些还需要注意 尤其真的不要步上Howard的后尘 在新球迷加入的情况下 所有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球迷放大检视 将考验钢铁人的攻关能力 在新球迷入的情况下 在新球迷入的情况下 在新球迷入的情况下